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上7点07分10秒 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专栏作家福泽乔 乔哥 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聊日本 乔哥早安 嗨 志平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我是福泽乔 凡事都来瞧 凡事都负责瞧 好啦 日元你瞧得定吗 日元本来呢 因为今天跟志平在聊的时候 那时候帮他定了一个题目说 这个日元呢 现在那个甜甜价好像没了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日元它最低的一个价位里面 曾经调到了就是一美元 一美元兑换150块日元 这样的一个价位 然后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整个回挡到130块日元 20块的价值 对 差了20块 那那时候就在想说 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啊 因为昨天 昨天日营总裁开会的时候啊 应该会放宽所谓的量化宽松这件事情 结果 大家如果去看昨天的那个日元走势会发现 出现了一个大陡坡 为什么 因为呢日营总裁说 那个我们觉得呢 这个量化宽松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从长记忆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看一看 就他这句话一讲完之后 巴朗 日元又掉到143块 等一下 你这样的讲就等于我们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 没错 那所以呢 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面呢 大家会想说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比较好 这个 这个乔哥你先休息一下 没有关系 不要这么激动 我知道你很愤怒这件事情 因为你是 没有我没有愤怒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大家讲完之后 我立刻又换了换了台币 各位 这个乔哥 他人生有一个座右铭 他说 如果他不是在日本 就是正在去日本的路上 对然后我的银行账户是 我如果不是在换日币 就是在准备换日币的时候 天哪 这是对联吗 对对对 没有 就是这样子 我去年去了一趟日本 疫情这三年了 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出国 去年去到日本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天哪 日元多可爱啊 在日本 对 在日元 在日本消费多么的棒啊 没错 我们在这个台湾吃一克 可能要进3000块钱的和牛套餐 但是在日本只要1000块出头就可以了 没错 那这个当中呢 其实外国观光客都会觉得 日元这个甜甜价感觉好像不错 但是对于日本 在日本生活的人来讲 那这个 其实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大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呢 日本呢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你在桌上 因为日本早上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来问一下那个制品 你觉得日式的早餐啊 它应该有哪些东西 日式的早餐的话 这个应该 我知道日本人不喝粥啦 通常日本人是 日本人是因为要生病才喝粥 对 所以我们在日本的这个餐桌上 其实看到的 应该就是像 我记得像 纳豆啦 对对对 煎鱼啦 煎鲑鱼啦 对不对 然后 咸鱼 咸鱼 然后一颗蛋啊 对对不对 就是那个玉子烧啊 对 好 不是吗 这边我问你哦 就是我们简单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一碗白饭 一碗味噌汤 然后呢 一个玉子烧 然后再一个纳豆 跟一只就是我们在讲的 一片那个鲑鱼的鲜鱼啊 你猜猜看 这当中有多少食物 是必须要依赖进口的 这样子我就了解 这样子我就了解 它大概会有七成左右 所以呢 我如果跟大家讲说 纳豆都必须要靠海外进口 大家听着就一定立刻傻眼 日本不产纳豆吗 日本产纳豆 但是呢 因为过去日本在产纳豆的时候 因为人人事费比较贵 所以呢 他必须从海外进口 尤其是从美国 因为黄豆啊 这些东西 价格相对便宜 那相对便宜的话 对他们来讲 今天我如果进口的话 我是不是我就是要用日元换美元 那我日元换美元 我现在一美元我可以兑换150日元的时候 那是不是代表说其实我成本就拉高了 那然后包括我的鲑鱼 鲑鱼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挪威这边产的 所以鲑鲑鱼也必须要进口 那更不要讲蛋 日本有很多的蛋 其实基本上也是靠进口的 好 那这一些东西整个这样加起来 因为日本唯一没有靠进口 就是他的白米 对那除了白米以外 所以说这当中的话 我们在讲说一个普通的日本早餐里头啊 大概有七成币必须依赖进口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依赖进口 当你这个 一美元可以兑换130块日元 跟一美元兑换150块日元的时候 这个成本是不是会相对拉高 原来如此 对那因为会相对拉高的一个状况里面 使得日本人呢 他们就生活呢 就应该是这么讲 经济呢就一直没办法 就往上突破 那没办法往上突破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对于日营来讲 日营就很想说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量化宽松整个紧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美国跟欧洲 他们呢其实都在做升息的动作 那都做升息动作 这个热钱其实都流到这边去了 你想想看吧 像志营那么爱钱就知道了 这个我放在日本银行 这可能他的利率是 年利率是0.001 但是 但是呢在那个 你不要太激动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激动 没关系 但是呢在美国的时候 他是0.25 哇 那你就知道这差别有多大 是 对不对 那这差别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钱一定是流到海外去了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讲说 那不行啊 那一定要把利息升高啊 问题又出来了 嗯 日本是一个靠所谓的出口的一个导向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讲 他如果今天像Toyota 在今年的一个整个我在讲说 他的最后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爆表里面 其实他们是获利的 嗯 他们获利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元贬值 所以呢 日盈他本身 其实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就在这一边 嗯 我到底是要升 还是要降 因为升也不对 降也不对 是 两刃 真的是两刃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专栏作家福泽乔 我们请乔哥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聊 从日元的这个呃扁或升来切入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我们只要去这个疫情恢复之后 我们只要去日本旅游 很多国外的观光客疯狂的前往日本 是 甚至于台湾这是日本观光客旅游的前一名 第一名第二名 那他们这个大肆消费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元太便宜 就贬值到 就是我们换去换的时候 在日本消费简直就是好像天堂一样 花钱的不是钱 但问题是这个田田价啊 这样的一个好景要过去了吗 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此 不过呢 经过乔哥的解释 我们才知道 其实日本人对日本人来讲 呃 他们国内的经济 其实是一个很 因为日元的贬值啊 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两难之处 这也让我回想到 就是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找这个刘德海老师来谈的日本的内阁改组 所以这样子来看 日本人正在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况 呃 经济的情况 这也是 岸田他声望一直不高的原因 其实已经降到三成以下了 对岸田他本身其实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重点在于他是一个口惠实不至 嗯 对 就是说他其实他一直跟大家讲说 哎 我是一个很有很会听大家讲的人 嗯 但是呢 他的重点在于就是说他会听大家讲 可是他做不到 嗯 对那做不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你当一个政治人物 你必须要有魄力 我们在讲的要有guts 嗯 那你要有guts 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对岸田文雄来讲 岸田文雄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他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因为他是自民党党内的第四大派法 嗯 所以呢 前面其实有那个哥哥姐姐们 嗯 都压在上面 是 对他来讲 他想做什么事情 派法的利益如果不行的话 立刻被打掉 嗯 那所以呢对于岸田文雄来讲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一个 呃应该是说他的整个一个经济是到这个状况 可是岸田文雄好像一直都拖不动 嗯 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呢 我们要把话题要拉回来 就是说那大家会在问 就是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我来换日元 因为毕竟我要去日本玩嘛 嗯嗯嗯对 那我给大家有几个建议 嗯 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呃其实看到了这个就是价格不错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阶段性的换嗯你不要欧印对因为你欧印的话其实老实讲因为现在变化太大嗯因为像呃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本来还以为说日元大概就一百三会一直往上走了嗯就是说没完全没想到就是说日营总裁呢他鸡他居然在昨天的时候讲这句话整个掉下来对那掉下来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开始买对那买那当然就是这等于说是储存我们所谓的旅游资金嗯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其实也会建议大家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台湾的银行其实有很多的双币卡嗯嗯就是两种货币嗯那两种货币卡嗯那两种货币卡的话如果你真的是你经常去日本玩的话其实我会建议你买双币卡哦对买双你用双币卡会有一个好处嗯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其实因为你把你的那个日元你整个存在你的这个银行户头里面 他在扣款的时候他是直接扣你日币嗯嗯对那你就少了所谓的那个换这个汇率的一个汇差因为呢有很多时候你今天你用你在当场用台币消费消费完之后呢你还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换这个日元的这个汇率之后他才能换算成台币他换成台币之后呢其实有时候这个汇差不一定是会你喜欢的嗯嗯对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找因为现在呃台湾有几家银行其实都有在做双币卡的服务 嗯嗯那所以呢如果你是经常会去日本玩的话我觉得你都已经换了日元那然后你把日元放在银行户头里头然后呢你用双币卡到时候在消费的时候你就用日元直接消费乔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了双币卡其实是你可以规避一些汇差的风险哦好这个就是真的专家一针见血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现在整个汇差差那么多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前一段时间呢如果对日本有兴趣的应该已经都换了不少的日元嗯那换了不少日元你该怎么去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呃支付方式呢他们现在也有所谓的QR Code的支付嗯那QR Code支付因为日本他们现在QR Code支付也是非常盛行嗯那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什么那个QR Code支付是可以利用的 我觉得这东西都是可以就说给大家去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话是有一点小PayPal因为是有一点省钱啊是对大概是这样的方式好这个对于小资族们来讲又要满足出国玩的这个理想又要这个花费不多啊这个时候乔哥的建议就非常非常的棒各位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这个不是在日本啊就是在去日本的路上的福泽桥来到节目当中乔哥 所以我们刚刚聊的是日元的会价当然这个所有要去日本旅游的像我们的好朋友雷洛洛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哈哈一年呢大概去日本的次数大概就少于你两次而已真的哦我也这么觉得是另外另外来我们来看看哎去日本当然就是吃日式的食物嘛没错对不对好这我喜欢吃饭团哎我真的好爱吃饭团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日本的那个醋饭啊 哦就是能够做到让你觉得天啊那个那个醋味跟甜味让我抚慰我疲惫的心灵你有什么疲惫心灵可以被抚慰每天做节目很累你不知道哦是这样子吗是啊哦OK你怎样哦不过你这个饭团哦饭团我在想说饭团其实很有趣了饭团为什么有趣哦你知道日本的饭团最早是怎么出现的吗怎么出现在江户时代那江户时代呢因为江户时代不是大家那个 各个凡吗他们等于说出兵打仗对不对那出兵打仗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志平有当过兵吧有有有有有那我要埋锅造饭对吧嗯那埋锅造饭是不是比较花时间是所以呢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就把大白米弄一弄嗯上面放一颗那个就是梅干酸梅酸梅直接吃上去你中午就可以吃了这就是饭团的由来吗 我我真的觉得那为什么后来可以发展出又放肉啊又放牛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呃呃呃汝泥啊你不觉得这样的饭团其实很隐уб吗哦我仍然说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在1996年就97年的时候嗯嗯嗯我到了日本嗯嗯那到日本之后呢我想说哎日式饭团感觉好像不错 对不对 一买来 哇天哪 乔哥你保重 乔哥今天非常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乔哥只是起早 一早就赶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外面天气太冷了 真的 也提醒大家 我们插个话题 提醒大家今天有大寒流 所以各位听众 从等一下开始 气味就一路往下滑 你要不要赶快做好预寒的准备 对不起 打扰乔哥了 对 然后呢 这当中就是在讲说 因为我那时候96年到日本的时候 买饭团 我就觉得说饭团真的很胸膨 你知道 就海苔包白饭 然后呢 上面就摆一颗那个酸梅 然后你就把酸梅吃掉之后 因为我们 你在想说我们那时候 有没有买那个 在台湾不是有些面包 有没有 面包里面现在少 至少还有馅 我把整个饭团吃完之后 没了 突然你觉得你也跟着寂寞了 寂寞非常多 那后来呢 因为后来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就增加了所谓的 为什么增加这饭团里面的内容物 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当我们想你在吃饭团的时候 你右手拿饭团 左手是可以滑手机的 对耶 对 那所以呢 后来饭团在今年会 在这两年会引起一波 所谓的大热潮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COVID的关系 COVID因为有很多人在家办公 那在家办公之后 大家想说早餐嘛 我就随便买一个饭团吃 那所以呢 这也使得不管是便利商店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我们在讲说店头也好 卖饭团的越来越多 然后呢里面包的东西有开始五花八门 有鲑鱼啦 然后有鲑鱼软啊 然后有很多的包括甚至烤肉啊 还有和牛啊 都有 但是重点出来了 因为刚刚呢 志平在提到就是说 他说哎 我喜欢吃那个饭的醋饭 对对对 我跟你讲 现在日本开始流行另外一种饭团 什么饭团 巴黎饭团 什么叫巴黎饭团 你说那个法国巴黎那个巴黎 法国巴黎 显重呢 对 因为呢 对 居然会讲法文 我 我是谁呀 我 那这个巴黎饭团的来由是怎么样 因为JR东日本那时候在疫情之前呢 他们就开始想要跟欧洲这边多一些接触 那法国人呢 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喜欢日本食物的 所以JR东日本他们在疫情之前 他们就已经推了一波所谓的JR东日本的便当 嗯 那推便当过去之后 这法国人呢 他们吃到便当觉得 哇 Masih 对 太好了 对 那然后呢 然后吃完之后就觉得 哇 这个太棒了 那后来呢 就从便当开始衍生 变成的就是说做了浴饭团 那做浴饭团之后 可是法国人有个问题 法国人怎么可能去吃酸梅 哦 是 那你知道法国人怎么去把它变形吗 对啊 那拿什么东西来取代或添加吗 对 那他就把白饭哦 嗯 跟橄榄油 啊 混在一起 啊 他就不放醋了 啊 对那橄榄油混在一起之后 然后外面包什么 包那个生火腿 啊 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国饭团 哇 你能不能发现一件事情 法国人根本就是把原本面包该有的地位把它换成白米饭 哦 你刚才你刚才说白饭加橄榄油 白白饭用橄榄油先拌一拌 对对对对 然后再做成饭团 然后加火腿 然后外面再包就是不管是起司也好 或者是生火腿也好 哇 我爱耶 真假 我想象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食物耶 是 而且呢 你在想说法国耶 嗯 那然后呢 后来呢 这样的一个法国饭团呢 就是因为很多像 呃 志平这样子 对对 就是明明就不会讲法文 那硬要挤去法国那样的人 然后在日本这边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日本他们最近就开始在流行巴黎饭团 哦 对那巴黎饭团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现在呢 在日本的饭团除了日式饭团之外 嗯 还有巴黎饭团 但是还有一个不要忘记 不要 是什么呢 台湾饭团 台湾饭团 对 台湾饭团要加什么 台湾饭团就是台湾的这个呃就是有点像橄榄球的这样的一个饭团 对对对 在日本现在开始流行 你是说像那个那个早餐店卖的那个什么妈妈有没有紫米饭团有没有 柳姐饭团什么 对对对对 日本他们也吃 啊 那好 在日本卖的台湾饭团请问一下 在日本卖的这个台湾饭团 它的内容物如何 我我相信很多听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在听众是在大陆上我讲述一下台湾的饭团了那内容物越来越丰富 油条啊这个油条不可少啊开玩笑 对还有肉松啊 还有菜脯 对菜脯对不对 还有卤蛋 有没有 对对 各种各样的蛋 现在还有加皮蛋的 对 来你告诉我日本的吃饭团台湾饭团 一模一样 真的吗 真的吗 所以呢 日本人呢他们开始呢就接触法国饭团 日式饭团 台式饭团 嗯 还有一个饭团 还有什么 冲绳饭团 冲绳饭团那是什么 你没吃过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那种三层有没有 像三明治 嗯嗯嗯嗯 它是做成一个长方形的 嗯嗯嗯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冲绳饭团在那个什么 呃小七曾经卖过我曾经在那边看到过 呀呀呀呀 对因为冲绳饭团它本身吃法又跟一般的饭团不一样 他是把它变成三明治 把白饭变成三明治 对对对 然后这样来吃 哦好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 他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所谓的饭团大战 嗯哼哼哼 哇各位即便你没有办法去到日本 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刚刚乔哥的形容 现在台湾一本现在日本已经变成有产生一个饭团大战那简直是饭团大革命了哈可以这么说的概念因为日本人除了喜欢吃他们自己原来的饭团之外 他们也开始流行吃法国式的法国式的法国式的巴黎饭团另外的台式饭团也爱了他们也很喜欢吃还有自己的冲绳饭团各位等一下听完早安台湾节目之后你是不是就赶快去做做看你这个手上有很多醋饭的话啊这个不是醋饭也没关系啦啊不加醋也没关系 至少各式各样的饭团会是你所愿意去尝试的怎么办我每次请乔哥啊 像台式饭团的话他们还会加咸豆浆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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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咸豆浆在日本可没办法了吧 可以可以我只能说日本人很有勇气啊 他们超爱的 天啊好这个但是我应该到了日本我就不会选择这一类的食物吃因为台湾都吃得到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意思是他们也许是保持了原位然后 没有你可以去当老板哦是反正反正日本需要我们去振兴经济好不好啊各位我们今天邀请到资深媒体人从事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乔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日本我们从日元的甜甜价格可能不在吗啊这个我们又是问号啊这个题目来切入 另外我们也谈到日式的这个饭团在这个法国造成流行之后目前日本人开始喜欢吃巴黎饭团我等一下一定要去试试看 好啊那今天节目真的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那个尤其是放橄榄油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棒 超赞啊真的橄榄油百搭真的是真的百搭好好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啊还是邀请各位听众可以随时上到央广的这个网站上面来浏览新闻或是锁定我们的各节新闻啊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在这个病痛中的乔哥来到来到节目当中辛苦乔哥了也跟大家说拜拜拜拜 拜拜